上屆聯賽冠軍六比六角 是保持最多日積聯記錄的球隊 93年日積聯成立 當時每屆是打兩個階段 而首階段冠軍 也就是日積聯第一個冠軍 就是六比六角 96年賽會轉打一個階段制 全季踢30場球 那天的總冠軍又是他們 上屆六比六角成功衛免聯賽錦標 加上聯賽杯和天王杯的獎項 球會總共囊括了12個本島賽事的獎盃 成為日積聯史上取得最多錦標的球隊 在2000年 他們包辦了三大賽事的冠軍 這個紀錄到現在 還沒有其他球隊做得到 今屆他們決心拿下亞冠杯的冠軍 創造一個前無古人的新紀錄 這次的紀錄 是 這次的紀錄 是 這次的紀錄 感谢观看